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故障 造成游客一个人死亡 60个人受伤 巨大的土坑中 民众和救难人员有的拿铲子 有的徒手 各个奋力挖掘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经历数周的倾盆大雨 唯一的垃圾掩埋场被大雨冲垮引发山崩 附近多栋住宅 当时正在睡觉的民众 牲畜通通遭活埋 造成至少13人丧生 这座垃圾也埋场每天 可聚集高达2000吨的垃圾 因此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垃圾山 搜救继续进行 死亡人数可能持续上升 大陆广西也发生重大公安事故 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 德天瀑布景区 游客坐登高官铺摩坦登山 一排坐输送带上山的民众突然下滑 推挤成一团 两旁挡板也被挤破 有游客从约五公尺高处掉下 有人疲惫扯掉 造成一人死亡 超过60人受伤 甘肃兰州则发生地面坍塌意外 三辆汽车和树台电动车 掉入两三公尺深的大洞里 坍塌区距离住宅楼房很近 不少居民被迁出家园 居民何时能返回家中 官方尚未确定 也未公布具体坍塌原因 预估抢修时间需要三天 接着掌握中的报道 大陆陕西深夜一场暴雨引发了山洪爆发 上百辆的车子在洪水中载幅载程 一路往下冲 在巷洞间堆积成一座小山 另外一头 最近走访灾区慰问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他竟然向人民道歉了 他说自己没有帮上什么忙 并承诺将受灾的1.5万名血统要送往平壤避难 暴雨又急又猛 泡水车满街飘 大陆西北好雨呈灾 陕西岩 最大雨量来到179.1毫米突破历史记录 200多辆车被洪水冲到路面上就这样交叠在一起 这些车不仅堵塞交通还阻碍山洪排水导致不少居民受困家中 有一个小孩我们救出来以后 在往里边走的时候里边还有一辆车 车顶上坐着三个人 而且他在一个水面上飘着 我们又过去把那三个人救出来 中难远江还同一个个背出家园 到处都是淤泥积水 民众通讯 水 电等设施全受影响 当局紧急调动20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排绕清淤 而郑刚经历暴雨导致压绿江泛滥成灾的北韩 领导人金正恩经营未能帮助民众免于天灾 而向人民道歉了 承诺会将1.5万名灾区学童病人和老年人送至平壤避难 金正恩也来到临时搭建的帐篷缺慰问灾民 之间他人一出现 大批灾民围绕着他急动飙泪 不断举手呼喊欢迎伟大领导人 金正恩不仅带来大箱饼干和粮食 甚至拿出一件蕾丝砰砰裙 让一名小女孩都吓呆了 祖母及母亲两手在背后轻轻推他 暗示他赶紧收下 而为了证明政权稳固没有问题 金正恩拒绝国际援助 强调单靠国内力量 二至三个月内就能完成灾后复原工作 接着长回中文报道 镜头转到日本 来看到日本宫崎县 上个星期发生了瑞士规模7.1的强震 日本气场厅警告了 这个星期还可能会发生强震 同时在日本很多地方在周末都出现民众在抢购急救包跟生活日用品 一起来看 非常食の準備と 非常トイレの準備と あと ヘルメットとか あと門服とか 今夏の問題ですけど そういうものを用意しています 天堂登山するんで 多分2週間分ぐらいの食料とかガスとか持ってるんです 水とかが多分何リットルしかないですけど なんで最悪点とあるし 住む場所さえ安全な地域があれば ある程度どうにかなるっていう 状態で生きてしまっております 目前在日本当地的超市呢 已经有对这个瓶装水实施限购了 那么日本规模最大的网购平台上投最多人买的 就是简易马桶跟罐头食品 日本去上天上个星期在宫崎强震之后 第一次发布了巨大地震注意的警报 他们表示未来在短时间之内 南海海潮很有可能会发生8到9级的地震 掀起超过30公尺高的巨型海啸 而最可能发生地震的日本中部跟西部的沿海地区 目前也出现大批旅客取消原本预定的饭店跟旅游行程 对当地业者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而乌战争是越演越烈 目前最新消息是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的本土库斯克州发动了反侵略 俄罗斯当局已经紧急撤离了76000人 并警告这场战斗正危及当地三大核电厂之一的库斯克核电厂 不过就在12号 这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已经起火燃烧了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亲自发布影片 他指控是俄军所为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底部起火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直冲天际这段影片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上传到社区媒体上 更宣称是俄军蓄意纵火 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核电厂区火警 看起来不会对核能安全构成威胁 不过泽伦斯基也表示虽然目前辐射指标都正常 但指责俄罗斯利用核电厂勒索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 可见俄乌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 而同一时间俄罗斯11号对乌克兰发动夜间空袭 使用的是北韩提供的短程弹道飞弹攻击 造成一对父子丧生 俄罗斯当局也否认这次攻击行动 不过乌克兰已经开始反侵略俄罗斯本土库斯克州 而且已经来到第六天根据BBC报道 乌克兰军队已经向俄罗斯境内推进30公里 而这也是俄乌开战以后乌军队俄罗斯最深入最严重的入侵 俄罗斯当局已经从边境撤离7万6千人 警告正逼近三大核电厂之一的库斯克核电站 恐怕面临直接威胁 双方都朝着核电厂当作目标 有分析就认为乌克兰也许是寻求占领俄方核电厂作为筹码 为的就是要交换俄方撤出扎布罗热核电厂 另外根据路透报道 白俄罗斯集邪化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 并下令强化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防卫 记者综合报道 前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政治主席普一格蒙特 他在外流亡7年之后 他最近在巴塞隆纳大批支持者面前高调现身 他发表演说之后就搭车消失了 西班牙警方全程搜捕都没有结果 而同时他的现身可能会使得延烧已久的加泰隆尼亚独立议题 再度掀起政治紧张 游泳的人潮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前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一格蒙特 在海外流亡7年后 近日从比利时反国高调在加泰隆尼亚 议会附近的凯旋门发表演说 台下极满大批支持者 身为西班牙经济重症的加泰隆尼亚 2017年通过公投自决想独立 却被西班牙政府以违宪告上宪法法庭 引爆西班牙宪政危机 普一格蒙特演说完走到后台随即失去踪影 警方和媒体都找不到他 有人拍到一辆白色轿车把他接走 警方在巴塞隆尼亚跟西班牙法国边界布下天罗地网 仍一无所获 外界揣测 普一格蒙特高调宣布反国就是因为5月12日加泰隆尼亚议会选举 掌权十多年的独立派局面正式结束 三个倾向独立的政党席次加起来也没有过败 加泰隆尼亚政府首次有反独的党派治理 普一格蒙特的回归无疑是延绍已久的加泰隆尼亚独立议题 在线政治紧张情绪 接着上回来最后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他在6号宣布了由华兹当他的副手之后呢 就引来了中国大陆的网友热烈讨论 华兹在中国大陆的经历 他曾经在广东佛山第一中学任教一年 那么校友对他赞不绝口 表示他随和好相处非常受到失声的欢迎 而华兹亲民的特质跟背景 也被认为是民主党吸引中西部选票的一大助力 刚刚获得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 明宁苏达州州长华兹 与贺锦丽一同在雅历桑那州演说 群众达到竞选以来最多的1.5万人 华兹的全国知名度虽然不高 但身为坚定的自由派形象和蔼平易近人 又别于以往民主党给人距离感的精英形象 华兹也受到大陆网友青睐 因为他在1989年拿到教育学士学位后前往中国大陆 在广东佛山役中任教一年 后来多次与妻子重返大陆 当时的旧照也在网上曝光 并有效有回忆 华兹开朗爱笑 生活简单 很受失声欢迎 因为他的名字是Tim 失声还帮他取了阿天这个绰号 对这段往事华兹曾表示 会选择去中国是因为他正在崛起 不过这样的经历也成了共和党攻击招点 虽然在选举期间强烈反中气氛下 熊西中国未必能加分 但许多分析认为民主党要保住白宫 绝对不能失守中西部的篮墙 而华兹的特质更接近中西部选民 有助于争取郊区 城郊 甚至农村选民的支持 另外贺锦丽竞选团队表示 在宣布华兹担任副总统候选人后 他们的募捆金额已经增加了超过2000万美元 记者综合报导 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在退选之后第一场的电视访谈当中 他自爆退选内幕 他说自己是在民主党同僚的施压之下 才会放弃角逐连任美国总统 同时拜登更特别点名了前议长裴洛西 他疑似在暗示就是裴洛西主导党内施压 让他必须做出退选的决定 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21号宣布放弃角逐连任后 经过快一个月的沉默 终于忍不住接受访问公开退选内幕 拜登在退选后首场电视访谈中直言披露 他是在民主党同僚压力下 以及决心看到前总统川普败选 才会突然放弃角逐连任 话锋一转 他点名前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是主事者之一 美国总统大选战情日渐激烈 然而前总统川普阵营的内部机密邮件 日前金船遭骇客入侵外流 当中内容包含共和党副总统 参选人犯思的背景调查报告 对此川普阵营向媒体表示 这是敌对的外国势力 透过不当的管道窃取文件 企图干涉2024的总统大选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选择迷尼苏达州州长华兹 作为副首后数小时 纽约商标律师埃时 当初在2020年约台币292元 购入的贺华配网狱 日前已约折合台币48万7126元的价格出售 整整翻涨了1668倍 很赚一笔大选财 记者先面与北京报道 川普日前才说要台湾缴保护费 那么最近美国智库民调更提到了 有高达六成的美国民众认为 台湾应该要再加强军备 甚至有人认为 这个军费应该要占台湾GDP的5% 对此专家跑红了 美国根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跟营收把台湾当成是提款机 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喊说 台湾应该要付美国保护费 美国智库近期再发布民调 说若台海有冲突 民意对是否出兵护台没共识 民调更指出超过六成民众认为 台湾要投入更多资金 作为美国防卫台湾的先决条件 美国很明显的 因为它的国债飙高34兆 国防预算也占了它 相信快9000亿美金 它的预算来讲 已经快捉襟见头 已经不够支出了 如果说我们只是纯粹限于 说是两岸之间的 国防预算的这种恶性竞争来讲的话 我们远远是不如对方的 日前政府公布 我们国防总体预算 高达6471台币创下新高 如今川普任内的国防部 副助理部长说 台湾应该大幅增强军备 更有美国智库说 台湾国防支出应该要达到 占GDP的5% 到底什么意思 国的主流民力 变成说台湾应该多付钱 在军事的一个投资方面 美国要台湾买军购 台湾付的钱 赌气又不来 就是把台湾当提款机而已 国防经费是史上新高 编了预算之后 回去哪里 当然又回去了美国军火商 跟美国那些军火工业体的身上 实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营收 产业链 武器产业链 最后又回到美国的手上 我今天怕我轰 美国为了自己利益 牺牲台湾 就为了牵支大陆 要台湾狂买天价武器 却又延宕不交货 就怕最后掏光白信口袋 还得落得全民上战场 变第二个乌克兰 记得张照鹏黎璇台北报道 好 看完台湾的军备 来看台湾的用电问题 推动AI产业 台湾的电真的够用吗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 他表示将不会供桃园以北 用电量在5000千瓦以上的资料中心 业界很无奈表示 这明显就是北台湾电能将会不足 对于我们的政府强调 安全而且低核费的新核能 专家透露 现在就有办法 根本不用等到2030年 台湾跳电停电频传 民进党政府却不愿承认缺电 眼看AI产业将是未来发展重点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 却表示为了减缓输电瓶颈 桃园以北的地区 已不在河宫 5000千瓦以上的资料中心 等于断送了首都圈的AI发展 显现出未来台北的电能将会不足 我建议政府核奥核三应该继续启用 包括核四是不是也考虑能够来继续使用 台湾的核电出过什么问题 没有 天天告诉我们会爆炸会什么 几十年来它没有出问题过 没有电 台湾的IT产力是下不去了 AI产力搞不下去了 总统赖清德日渐强调 非核家园并非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而是当年朝越共识 写进环境基本法的国家法定目标 行政院长周荣泰也再度重申开放态度 我们对于新的未来的新核能技术 当然采取开放的态度 台湾能跟上世界潮流吗 赖政府提出前提要确保核安 解决核废料专家给的方向 我们在讲新的核能技术的时候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小型反应器 第二个就是第四代的核反应器 目前国际趋势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 SMR技术 发电量可达三十万千瓦 不仅安全性高核废料也更少 但最快要2030年才会商转完成 而大陆在使用的最新第四代核电机组 发电量同样落在二十五到三十万千瓦 一样具备高安全性 以及更少的核废料 甚至现在就已经开始供电 等于高安全低核废的新技术 已经摆在眼前 专家喊话若不把握在眼前的新技术 恐怕等不到2030缺电跟内耗 就已经让台湾措施产业转型的契机 公市脸书上的小编 传出了将脸书粉砖的盈利 汇入他私人的账户 而且时间长达三年 不过对此公市却只记了一大过 那么还钱了事 在党抛轰了公广集团 拿人民的纳税钱 他们的员工坚守自盗 公市竟然还消极处理 2024巴黎奥运如火如图进行 公网集团的公市转播却出大包 赛平明知转播的是女子举重 看到奈吉利亚选手出场 却调侃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网友怒哄发言超不当 装滑队选手才因为性别问题 手到攻击 为何公市还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选手 结果我们自己的公共电视集团 这么不小心 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有性别的歧视 或者是有种族的歧视 但公市争议不止这桩 负责公市plus 以及公市台语台脸书粉砖的小编 占将公用脸书隐蔽 亏入到自己私人账户 私囤公款长达三年 遭到调查还不透露 自己就是账号持有者 直到今年7月才归还公款 夸张的是公市竟然只记大过流逝 完全没有走法律程序 现在连犯罪都不用开除了吗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法律时代 绿是绿色的绿 所以小编的这个背景 我敢打包票 我们去查 查出来一定又是什么皇亲国戚 小编本身就是台湾价值满满的 深绿媒体出身的深绿人 所以也许他的这个发言 公司高层还看了 觉得政治正确 讲得非常棒 网友狂虹 难道偷了钱还回去就不算偷吗 公网集团领国家薪水 拿纳税人钱 员工监守资道 竟然指这样处理 而且之前公市台语台的脸书小编 多次在官方粉砖制图 表面上向台语教学 但没证为是在暗奉 柯文哲 韩国瑜等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近来公市更播霸凉影片 只给了新活粮短短14秒回应 但这炮轰 公市根本不演了完全绿化 现在公务电视 已经成为特定政党的打手跟侧翼 不伦不类 更不专业 用人民的纳税钱 把公市养成了绿卫兵 新党没有 明明该要客观公正 但公市爆出连串争议 让人不禁好奇 背后是不是有只手 将公鹏集团染了色 这是孟陈珍采访报道 台湾的政治话题 民众党史主席柯文哲 陷入了总统大选政治现金 假账怡云 那目前有两家公司 大动作声明 他说他们没有收到 申报资料的三笔款项金额 大约是916万 对此柯文哲 今天上午面对记者 这个不断的追问 他表示今天下午记者会上 他会说明还一度说 你们知道我会发脾气 那另外一头呢 这个柯文哲竞选 当时总干事 这个陈志涵他透露了 之前以为有一些款项 单据遗失了 但现在找到了 整体事件是会计师 跟财务部的错 竞选总部跟会计师 会负起责任 看似一眼轻松 但面对记者追问 柯文哲忍不住了 查到发票怎么来的 这些公司被说是偷喉公司 说陈志涵是对口 其实我们看小巧说 都挺阿费 就要怎么钱跟他们说一声 明明就好会发脾气 就算真的发脾气 也还是没交代 三笔竞选经费支出 共916万元 为何申报邮价 传出民众党定调 没人A钱是低级错误 这款项的单据 似乎有遗失的状况 但索性经过了清查之后 多少出来了 在报仗的环节当中 会计师出了错 我们自己的财务部门也出了错 竞选总部这边也必须要负责 那会计师这边的责任呢 今天我们也会非常清楚的 来向大家说明 不过钱的问题又被抓包 有个时间公司去年改名 只有三个月内 拿到科办三笔影音制作宣传费 一共1000万元 根据四叉猫的连连看 时间粉丝团追踪三个目标 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账号 只有一个台湾好友 而这个人的脸书好友名单 只有九个 其中一位就是陈志涵 在这个时间公司 他们所承包的相关业务当中 他们做了影片 他们做的影片要上架到 柯文哲的社群 然后这家公司想要下广告 所以我才帮忙接了这个 所谓的加了他的脸书好友 让他们去下广告 除此之外 包含他们的影音制作 包含他们前期的沟通 甚至是款项的经手 我全部都没有参与 实际走趟时间公司 登记的地址大门没开 而他们的登记电话 与利安达会计事务所相同 被质疑时间与宣传行销工作 关联不高 我认为这应该要去请 时间公司的这个 他们的负责人出来说清楚 如何更名 然后又有什么样资本的投入 这个东西也跟柯文哲进学团队 没有关系 假装风波 让柯文哲与民众党 全面被火烤 记者综合报道 这一回中华队在巴黎奥运 得到了二斤五同的好成绩 奖排数是史上第二多 那么今天上午又有一批 奥运英雄反台了 包括了台前道的甜心罗嘉领 跟举重好手陈文慧等等 不过举重跟拳击争意不断 传出了将在2028年 洛杉矶奥运可能会停满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次回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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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七点多又一批奥运英雄返台 其中台拳道甜心罗嘉玲 一看到爱拳忍不住先来个抱抱 同行的还有田径选手林玉堂 之中好手陈文慧方元玲 两人谈到这次出战巴黎依旧很感动 赛场上的时候我听到还蛮多台湾人的加油声感觉很像回到自己国家比赛 这一点是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 大家的支持我才能让大家的支持我才能让他走到这里感谢大家不过如今传出台湾擅长的举重拳击 2028年洛杉矶奥运空话要取消 像是2008年北京奥运 有多位夺金名将陷入竞要疑云 而拳击项目 国际拳总又在中华队好手林玉庭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克利福的性别问题上 大作文章导致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放话 国际全总部改革洛杉矶奥运将取消拳击比赛 不过传出会增加台湾人超热爱的这项运动 棒球上次出现是2020年东京奥运 不过当时碰上疫情等因素 台湾退出资格赛 如今有望重返下届奥运 包含棒磊球在内的五项运动全都回归 对此中华职棒回应目前没有特别规划 而今年中华队一共夺下二金五桶 奖牌榜上排名第35 政府发出去的国光奖金一共就有1.1亿多元 鼓励选手也希望下届奥运中华队能再创夹击 记者李清章 体育台报道 富邦汉将昨天交手了魏拳龙 但是肠上却出现了世纪大乌龙 主要是魏拳龙他们集出了一只争议群来打 那么富邦汉将的教练陈金峰 他当场表达抗议 不过他竟然遭到驱逐出场 联盟事后重新查证 发出声明承认是技术士的误判 而且现在对技术士人员进行惩处 富邦汉将11号遭守魏拳龙 双方在关键第三局满垒状态时 魏拳龙极力极牢拱贯 极出中卫也深远飞球 打到拳垒打墙上的黄线 只剩球往上弹了一下 最下时又打到黄线才掉到地上 裁判当场判定一蕾安打 但技术士主动审视后改判满罐炮 让富邦汉将教头陈金峰超级抓狂 只见陈金峰冲入场内大声抗议 甚至气得脱帽 不断比划认为球根本就是误判 出去耶 给了拳垒打 再回看一次 球被打到黄线上连续弹跳两次 落入场内被中外野手接住 裁判请小房间内技术委员 检视重播辅助画面该判拳垒打 经过审视之后 该急出之球越过前列打墙后援弹回来 以上 比分一下子被大幅拉开 陈金峰力争为果 一度召回选手做事罢赛 而激励争执的结果 陈金峰竟然被裁判驱逐出场 我是全世界离那个球最近的人 我当然不知道他打到哪里 因为 布置球员愤愤不平 看将球团更提出严正抗议 联盟深夜发道歉声明表示 赛后检视全力打墙结构 击中墙面视为场内一部分 认定技术士判决错误 装职秘书长杨庆龙也表示 对于技术士误判非常抱歉 将会启动相关检讨机制 而小房间内技术士人员 停职执罚两个月 并被罚款两万元 还有人遭下访二军 不过离谱误判造成比数被影响 一场比赛结果也降输了 也让两队球员心情宛如洗三温暖 巴黎奥运正式落幕了 那么训练的烟火点燃了 法兰西体育馆的夜空 为奥运画下完美据点 随着巴黎奥运结束 那么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 他表示了首尔将要申请 20306年的这个奥运举办城市 韩国媒体报导了吴世勋赴巴黎进行考察 他相信首尔可以做得更好 并表示首尔的竞争力来自基础建设 1988年汉城奥运的举办场地 经过现代化的改造 将在七年之后变成体育跟会展综合场地 非常符合现代对低碳永续低成本的需求 不过目前传出了包括了印尼 土耳其 智利 印度 四个大国城市已经完成申请了 还有埃及 卡达 意大利等大国 也在考虑申请当中 南韩将要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 巴黎奥运落寞 那么闭幕是在台湾时间12号登场了 其中美国影星Tom Cruise 他以空降特技现身法兰西的体育馆 那么传递会棋 交棒洛杉矶引爆了高潮 另外还有大咖歌手现身 包括了摇滚乐团 呛蜡红招 这个怪棋比例 以及饶蛇巨星史努比狗狗登场 为巴黎奥运划下句点 阿堂哥从体育馆屋顶帅气空降 法兰西体育馆 接过会棋与运动员热情互动 骑上招牌重机 巴黎街头一路奔驰 接着坐上运输机 转场影片中大秀降落特技 一下就飞到下届奥运的美国洛杉矶 传递会棋交棒 巴黎奥运闭幕式台湾时间12号凌晨展开 由法国游泳小王子 把圣火送回法兰西体育馆开始 追着205个代表团起手依序进入会场 随着音乐舞动 紧接着迎来表演环节 神秘的黄金行员从天而降 开幕式蒙面侠在现身 中央的胜利女神缓缓升起 演奏者随着钢琴一同锤调登台 众人合力将奥运五环升空 象征五大洲团结一心 更瞩目的大咖表演 美国知名R&B歌手登台高唱美国国歌后 交棒舞台给下届地主洛杉矶 摇滚乐团呛蜡红胶 怪其比例海边接力现唱 高时巨星史努比狗狗也带来经典名曲 最后主舞台回到巴黎 由法国歌手演唱美法名曲 画下本届奥运据点 回到赛事 美国靠女子篮球夺金拿下八连霸 在最后关头超车大陆 以40斤44赢42同 成为奖牌数最多的代表队 而几家欢乐几家愁 今年竟然有国家挂弹 芬兰一面奖牌都没有 是史上首次 记者王旭报道 游泳选手各个肩宽 腰细 倒山脚 人鱼线 身材各个好到爆 但是竟然是因为 他们要天生 手长脚长 才会有资格练游泳 有谣言说 这个练体操长不高 但其实是因为 挑选队员的时候 就会预测未来的身高 父母高于170公分 就不太列入考虑 乌姆斯网球锦标赛 强制规定要穿白色 竟然是因为要优雅 最让人意想不到 游泳选手游完一拳 跳上岸大秀出水美肌 游泳选手各个肩宽 腰细倒三脚 上半身长 可以减少水中阻力 后天加强训练 薄肌肉身材好 冰块腹肌让人羡慕 这样的人才能被游泳选中 大骨架 一米九 手长脚长 自带船娘 游泳选手赛前热身完 得穿上羽绒衣保暖 因为体脂太低怕冷 穿上大外套保持状态 那穿不穿大衣 成绩是差多少呢 大概差百分之零点六 体操选手在空中 甩来甩去 腾空翻滚好几圈 却有传言说 练体操长不高 并不是练体操 把身高压矮了 而是我们教练员 在选材的时候 就会选比较偏矮 小一点的运动员 教练选人要看 父母身高 尽量不超过一米七 还要测骨灵 预测孩子未来身高 因为身高越高 半径越大就越翻不动 但单纯练体操 拉筋其实有助于长高 运动员的头发 不能有任何掉落 否则就会被裁判扣分 优雅的水上芭蕾 选手却受尽 法式折磨 头上发胶如冰糖葫芦 比完赛还得手动狂扣 不小心还会扯掉头发 巴黎跑道有50% 由回收材料制成 奥运首创的薰衣草色跑道 强化吸收反弹力道 据说能帮助发挥 而传统的红色跑道 能激发运动欲望 蓝色跑道让运动员更专注 包括鞋子帽子内衣等 都必须要是白色 温布顿网球锦标赛 从19世纪开始 就有白色dresscode的规定 强调优雅 还有隐藏汉字功能 严格到连鞋底 试橘色也被要求换掉 抵制还没有用 运动员练什么项目 天生注定 大骨架手长脚长 才能练游泳 完美腹肌 让人赞叹 记者综合报道 外界对迪士尼乐园的印象 都是充满欢乐的气氛 但如果在园区里头 遇到紧急状况 想要在不破坏气氛的前提之下 那乐园里面 有所谓的暗号黑话 警示工作人员 像是Have a Magic Day 代表遇到奥凯 另外代号维尼 则是有孩子在水池里面小便 迷奇迷迷在游行花车上 热情挥手打招呼 底下游客好兴奋 迪士尼乐园是小孩梦幻天堂 同时也是大人的童年回忆 但乐园里面 如果听到广播这样说 可要注意了 迪士尼是有暗号的 Have a Magic Day 意思是这个游客很挑戚 不好搞 为了不惊动游客 乐园员工彼此之间 有黑话暗号 像是Tresher Gas 珍贵的客人暗示客人暴躁 需要安抚 还有Code V 代表有人呕吐 Code V你则是小朋友 在水池小便 迪士尼其实蛮注重心象的 他会其实在早些事情 是有这些暗语的 除了暗号迪士尼 绚烂烟火原来过去 代表这个意义 迪士尼的烟花秀 宣称人类最美的景观 但其实只是为了赶你走 梦幻城堡绚烂烟火 而城堡看起来高大 宏伟也暗藏玄机 用在城堡顶端的砖头 比底部的小 城堡就显得比较高 除了迪士尼 环球影城也有隐藏玩法 在生日的荡月来环球影城玩 可以领取一枚生日徽章 有生日徽章可以领 不同园区还能主动询问 工作人员拿到限量贴纸 但在美国奥兰多环球影城 女童遇到神偷奶爸的主角 跟小小兵兴奋合照 没想到角色居然比出OK手势 搭在女童肩上 这手势具有种族歧视意味 这名员工因为一时的恶意 残遭解雇 为自己不当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黄诚富 彭云飞台中采讽不到 好 户外天气好热啊 随身待平矿泉水解渴 不过小心塑胶瓶中 可能含有大量的塑胶微粒 长期饮用的话 恐怕会引发高血压等等的问题 还有夏天洗冷水澡 小心这个冷热温差大 节管容易收缩 当心造成新鲜的测试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论你以外是有情绪是任何人问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因为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Kid 就是爱助设计家 将复杂装潢学问与专业设计知识 换为你我日常生活 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 打造屋主专属有的品味生活空间 让品味生活不再遥不可及 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 将美学结合在一个完美的好地 就是爱助设计家 带云实现家的梦想 大雨 小夜之夜 宇宙 小夜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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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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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完喝水超解渴 不过小心要注意 这个塑胶瓶中可能 含有大量的塑胶 微粒 长期饮用的话 恐怕会引发高血压等等的问题 另外夏天 这口干舌灶时也要注意了 不要一口气灌水 太快太着急 也要小心洗冷水澡 这个冷热差异大 血管容易收缩 当心会造成心肌梗塞 沿阳高照 户外运动完汗流夹背 瓶盖一扭 打开宝特瓶 先干个吉他口水 补充流失的水分 你以为在寻常不过的日常 却可能暗藏高血压危机 根据英国一份研究报告 他们找来16名男女做实验 发现如果让他们每天只喝自癌水 停止使用瓶装水 两周以后血压就会下降 而这项研究结果也是首次证实 减少使用塑胶可能有降血压的效果 塑胶经由紫外线辐射分解 产生许多小颗粒 现代生活中已经无处不在 唾液 心脏组织 甚至连胎盘都发现过微塑胶 多项研究中更证实 塑胶瓶装饮料所含微塑胶浓度最高 喝水要注意的还不只有容器 也不要一口气喝太快太急 最好分成少量多次喝水 不会突然造成身体负担 也建议不要在大热天洗冷水澡 因为高温热天血管扩张 突然的冷水让血管收缩危险增加 喝水喝的太少的话 反而是血液的循环量不够 比较浓稠 那这个才是有可能会引起中风的风险 水喝太多喝太少都不行 除了水在高温户外要进入冷气室内 也要注意突然的温度变化 免得血管突然收缩的血液波动 让意外发生 接着韩志鑫 陈志鑫 台中报道 好说到健康 身体里头某一些习惯动作 有可能是在传递警讯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喜欢蹲着吃 或是把脚抬上椅子 有可能是因为消化不好 气血不足 还有泡脚会爆汗 并不是身体好 它竟然是气血不协调 脚放下去坐没坐下 弟弟吃饭时单脚抬上椅子被老妈狂骂 但很多人都有这个坏习惯 吃饭不好好做偏要蹲着吃 连女明星都喜欢蹲着吃饭 但其实吃饭喜欢缩成一团 尽可能是气血不足 也恐怕是身体消化不好 在休息的时候呈现一个蜷缩的一个状态 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来的 趴在床上无意识狂滑手机 躲被窝也要滑 摊在沙发上滑还被手机很砸头 舍不得放下手机疯狂接收资讯 可能是焦虑引起 医生说这是不良习惯 还容易让人失神 你根本就没有给你脑袋 适当的休息的时间 半夜突然超饿 狂客泡面超幸福 却有传言说半夜吃东西是基因觉醒 是古人为了守护部落保存体力 但恐怕不是 医生说这大概是晚餐没吃饱 或是吃太多淀粉血糖升降太快 也有可能是压力太大才想暴饮暴食 相关的荷尔蒙也会让你在半夜肚子饿 但要是饮食习惯不佳 长时间半夜饿 要注意可能是消化性溃疡 跟朋友出门 他是随时都想蹲下 如果不是懒惰 只有可能是气血不足容易累 要是有贫血眩晕更要注意 气血比较不协调的 就会容易流汗 热水淋下去脚压压超放松 泡脚会爆汗可不是对身体好 竟是体弱气血不协调导致 吃东西总是想把自己缩成一团 半夜狂吃宵夜 可能是消化有问题 滑手机舍不得睡容易失神 身体会说话可得好好解读 记者综合报道 到KTV唱歌总是高音上不去吗 肺活量也不够吗 观察一下 这歌王歌后的技巧 他们很多人善用脸部的表情 比如说肺育亲 他都会挑眉抬头 肖敬腾是边蹲边唱 阿丽遇到高音的时候 他会奏起眉头抬高苹果肌 增添歌声的层次感 而气多声小的呢喃唱法 像在耳边说悄悄话 更浓 深入人心 小歌被欲亲唱到高音时的 特色挑眉 不只是招牌动作 也是他歌声清亮的秘密武器 专家说学会挤眉弄眼 人人都能当歌王歌后 因为我会想起你 我害怕面对自己 全是情歌不要喉咙硬扯 眉头皱起来 抬高苹果肌 唱起高音更轻松 至于气不足试试看这样 你妈没有告诉你 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肖敬腾边蹲边唱 增加步步力量 气息向下更稳定 至于抒情歌要掌握的是 气多声响 轻柔唱腔就像在用气音 跟你说悄悄话 一次一句呢喃唱法 更深入人心 邓紫棋开桑都用达都练习法 能平衡声带 林俊杰登上舞台前竟然会别亮 屁股会缩紧一点 你就会唱得比较好 更集中 而到了表演前几秒 不少歌手会闭上眼睛 集中注意力 酝酿情绪 不要小看各种细微的表情动作 能让你称霸整个KTV包厢 记者 盧俊杰林俊 帮什么 好 下节新闻的动点 带来看这个韩国女团 ESPA火辣开唱 经典夯曲也挨翻现场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好 下节新闻时 Let's go with that 就是到你最出名的台东时尚三 我说话应该讲的 从卖国交代的最初以后 除了你以外 这个情节是很远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是形式雷落 则情无挂碍 凡事都要理性才不治 免货 农历七月禁忌很多 像是不可以在半夜里头吹口哨剪指甲 据说会招来不幸 但是历史老师说不是这样的 农历七月每到晚上大家都会格外小心 生怕菜道禁忌被好兄弟找上门 古代流传晚上不要吹口哨会引来鬼魂 大半夜剪指甲每一刀都特别清脆响亮 制传可能会打扰到神灵或灵魂 招来不幸 晚上扫地传说也会打扰鬼魂 但其实背后原因根本没有这么可怕 另外剪指甲跟扫地是因为古代点油灯 亮度不够很容易在昏暗下捡到自己 而自古流传抖脚会穷 其实这穷的还真有道理 一定是坐下来才抖脚 古代的椅子都是损帽结构 如果常常这样子抖脚去移动椅子的话 很容易就散掉 其他像是女性生理期不能去寺庙 除了宗教因素之外 其实是因为古代寺庙藏在偏远地区 路不好走体贴示弱女性才这么说 男尊女卑现在指的是地位高低 真正含义是公正无私和谦卑包容 女子无才便是德 专家也说中间的便 古代指的应该是明便的便 哪怕没才学 但能明便是非也是美德 古时经济有些固然是因害怕而形成 但也有些蕴藏生活之会 记者预先请操温宁台北报导 男喊女团ESPA来台湾开唱 她们一连三天在林口地域馆 举办演唱会 现场的声光效果 再加上9000名粉丝应援 还烦了 一开场马上带来点阅上亿的火爆神曲Drama 男喊那是女团ESPA来台 现场涌入9000名粉丝大力应援 接着是2020年出道曲 Black Mamba 重现经典鞋子腿舞 ESPA出道4年 9号晚间在林口体育馆 直办台湾首场专场演唱会 现场灯光四射 不时还喷射烟火 把现场气氛拉到最高 在昏暗的灯光下 桥角出掌宛如仙女将领 搭配超震撼舞台效果 现场尖叫声不断 穿上黑色小短裙 进歌热舞 接连带来多首执名舞曲 ESPA8月9号到11号接连三天开唱 四名成员这次来台 诚意满满 还换了多套绚丽表演服 让台下粉丝全都嗨翻天 记得刘志展 黄天药 全轩 桃园报道 南韩女团Black PIN 她们庆祝出道8年了 很难得合体 在公开场合亮相 那四个人很有默契 都穿上黑色 来跟粉丝问好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我是张慧玲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